核三一号机27号即将处议 但是在停机前几天 仍然维持7成以上发电量大约70万千瓦 而到明年5月 二号机也将停止运转 核电退场 台湾走向非核家园 电力供给还够吗 新增的电力机组 根本还没有准备好 供电知景的状态底下 它还要来做核电厨艺 真的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虽然台电说 江油民的封德电厂三号机 顶上作为新增电源 装置容量110万千瓦 比核三一号机的95万千瓦还要大 但目前封德三号机 仍然处于市运转程序 26号发电量只有30万千瓦 而且属于火力发电 碳排比核电高出许多 让这个无碳的核电厨艺 你整个台湾未来就是火电家园 讲装置容量没有用 你要实际上可以取得多少电燃热气 才可以发出多少电 目前看起来 它很难去补上核三厨艺之后 网友狂孙原来就算用非发电 还是可能面临缺电 民调也显示 有64.8%的民众 认为应该着重发展核电 而且未来台湾进入非核家园 有超过九成民众担心缺电 非常担心的更是高达七成一 成本比较低又是安全的 政府一直告诉大家说没有缺电 可是民众不是三岁小孩 不会被骗 如果台湾是一个大家普遍认为 会缺电的地方 一般的企业或者是外资 根本不敢做长期的投资 立委狂轰 政府要是坚持废核 只为让百姓活在缺电的恐惧当中 牺牲健康有可能影响经济 错误的能源政策代价甚至 记得宣物成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